这一组照片是说到我们的这个事工 这是Pastor Stephen James牧师所给我们的 他们给了这个地 Pastor Charlie牧师飞到那里 印度这里 然后这不是在清迈的 而是他要去 去清迈呢 然后呢又要再坐当地的小飞机来到这个地方 在印度的一个小地方 然后这里是教会 他们呢晚上呢有这个聚会 然后那里呢有Charlie牧师还有Auntie Sally 他们呢怎么样呢去迎宾客呢就是给了这个布 所以Charlie牧师就在那里 就与他们去分享 一个这个学院的旨意是什么 有很多的神学院 那么呢这里的神学院呢不是说你毕业就好了 而这里的专注呢是说到呢你如何的 我们要如何的去训练 这些人来做神的工作 来训练这些门徒 他要的就是这个门徒训练班 而这个门徒学院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 像耶稣如何去做一样 所以这里呢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片的一个土地 他们会在那里去建宿舍建筑所 然后呢给他们可以去教导神的话语 给他们可以去吃饭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的工作是要做到的 这就是他们很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前进 他们也出去这里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呢就是这一群人 有Pastor Stephen James 他有一群那些会带领的 Pastor Stephen James呢也证明了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 对他来说非常的有挑战性的 他要去两个不同的教会 他在的这个地方 然后他也要做九个小时的一个 九个小时的一个车程 九个小时的火车程来到另外一个教会 另外一个更小的一个教会 然后他们现在庆祝了他们一周年庆 然后九个小时又回来 我非常的我每次跟他说我非常的佩服他 真的是神的恩典他能够做到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家庭 他也他也说到他也诉说到他如何的差点 因为新冠肺炎呢死了 有时候我们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 对他来说新冠肺炎 他那时候得到新冠肺炎的时候呢是非常严重的 他没有办法呼吸 他去到医院 然后他们就跟他说 他那里没有任何的床位 不能治疗他 不能帮助他 他差一点就死了 可是却是一个奇迹 那时候有一个床位 他可以有氧气 因为没有那个氧气 我们就会失去 不只是一个弟兄 我们也会失去了一个神的仆人 他那时候非常的脆弱 这就是公主 怎么样的去服侍神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读到 他们可以在殉道场上死亡的 这就是现实 教会也因他有了大大的成长 我们看到那些年轻人如何的 福气 也说我们也要去服侍神 你看到这个神学院 这些神学院呢 我们做这个神学院 不是为了只是做神学院 而是我们知道那里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要去训练这些年轻人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说的 你可以收获了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是这些老公 所以我们会去奉献在神的工作上 我们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在我们来临的 在我们来临的这个周年庆的时候呢 不只是因为我们的教会而已 不是我们的教会而已 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是来到这世上的 不只是在耶路撒冷而已 你需要去的是超过于耶路撒冷的 这就是使徒他们的挑战 这也应该要是我们的观点 我们如何看待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是超过我们现在的原地的 是远远超过国际的 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去祷告 持续的去看神的恩手 不只是回顾 我们也要去向前看 要去期待神的恩手 我们要怎么样的关爱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关爱我们的这些 乐灵人士 那我们的心也要去传道上 再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 来准备我们等一下的敬拜 我们也期待去看 更加的去看 我们更加的去学习 关于神的恩手 再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也要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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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喜乐可以来到这里带领大家敬拜 在我们继续之前呢 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亲爱 hastела obtained of� McNamana 亲爱的天父上带来到我们的心情 聚集在一起 来到你的殿中去敬拜你 也去学习更多的教训 我们也感谢你的福分 我们也求你呢 我们的这个敬拜呢 是在你眼中所悦纳的 也求你呢 继续帮助我们去学习 你的教义 奉主耶稣自明祷告 祈求阿们 在三十周年庆 Christmas呢 他邀请了很多不同的人 来带领敬拜 然后呢 也去分享到 他们各自的这个思想 去关于到 说到呢 神的恩守 在我回顾 神的恩守 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的祝福 让我有这个荣幸呢 在这个基督的家庭里面长大 然后在很小就来参加教会了 尽管现在我看到了我多么的荣幸 可是 很多时候呢 在小时候呢 我真的把 能够再来到教会里面 去学习神的话语呢 当成了理所当然 在伯特利教会呢 有很多不同的时刻 我们可以学习神的话语 他呢 也帮助了在不同阶段 人生的人去听这些信息 有在小孩 有年轻人 还有热灵人士 还有大人呢 他们有这个逐日学 尽管呢 从小呢 就参加了这一些 可是呢 神的话语 他的真理 对我来说呢 却是字面上的 我非常挣扎去与神 找到这个 真实的这个关系 充满恩典呢 他的话语呢 却一直不断的被教导 从这些老师 还有这些年长的 他们会来鼓励我 让我知道呢 我要在神里面 找到信心 尽管呢 我有很多 是我需要去学习的 可是我现在能够看到 并珍惜神的恩手 他如何的用 他的话语呢 来带领我们的教会 我有这个机会 去在教会里面去服侍 也帮助我去 更加的去珍惜 去看到神的恩手 如何的会来支撑我 并给我力量 我能够呢 去服侍呢 也帮助了我去更加的珍惜 神的爱 然后呢 让我去预备好我自己 在不同的服侍 这些在后面操控音响的 那些每个星期留下来打扫的 那些在合唱团的 在厨房里面的 很多时候呢 我都被他们鼓励 他们如何的 就在每一年呢 都这么忠心的去服侍 有Christmas 有这些老师 他们如何的奉献自己 来服侍 他们呢 会持续的带着热忱 去服侍 和这些人去分享 去 交朋友呢 也让我呢 受鼓励 知道呢 他们呢 这样子服侍呢 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而是他们会求神 去给力量 给大能 大卫王呢 说到这个 大能在诗篇18篇29节 这里说到 我借着你冲入敌军 借着我的神 跳过墙渊 尽管我们没有像大卫王 这样子去面对敌人 可是呢 我也被鼓励 我们有同样的这个大能 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呢 帮助我们呢 也持续的去寻求神的力量 我们第一首要唱的诗歌 这首诗歌呢 是一个祷告 也是一个 求助 求神呢 可以持续的教导 并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它也变成了 我个人的祷告 再让我们一起 站立来唱这首诗歌 再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evid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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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来唱我们的第一首诗歌 现在呢我也有这个荣幸呢成为这个教会的一部分一起去经历这个成长 当我去回顾我的生命的时候 我把很多当成利所当然 我在生命里面接受了这些福分 我没有看到神的恩手是一直在那里不断的去带领我从如何的去来到新的国家 然后去上学 还有大学 然后现在呢去工作 就好像 Ryan 上个星期说到的 他也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 我父母也是敬畏神的 他们也会花时间来去敬拜 如果没有他们的带领 还有每个星期的这个信息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会在哪里 尤其是在世上这些 这些很多的诱惑 我应该会非常的迷失 参加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了 我可以看到神呢 如何呢 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有他的角色 也如何的来影响这些人 他们的信心 如何的变成他们如何的生活 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尤其是从那些年老的到这些年轻的 Uncle Clive 他如何的去照顾教会 然后呢Beth和John 他们的信如何的帮助那些更不幸的 还有那些在厨房里面 一直不断努力去准备食物给我们的 还有Christmas 还有Eldine 他们如何的去侍奉Becky Darrell 还有那些年轻人 他们如何的在做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事业 可是他们也有时间呢 去来去侍奉 Matt Audrey Banks 他们还在读书 可是他们也会花时间去学习 去侍奉 还有那些小孩 他们如何的想要从一部分 看到他们如何的去侍奉神 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挑战 他们还要花时间去学习 这不是靠着他们的力量 而是他们靠着的是主的力量 看到在这个生命当中 我可以 我的这些朋友 我可以看向的这些人 他们给了我很多的确信 也激励了我 昨天在我们 这个 少年龄回顾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们分享的这些信息 他们 他们分享他们所学习到的 如何影响他们 这也提醒了我 当我看到我自己的时候 我不能去 依靠我自己的力量 而我是要 持续的去学习 去寻求主 求主给我力量 给我指示 来帮助我 提醒我 我应该要把专注力放在哪里 诗篇119篇50节 这里说到 这话将我救活了 我在患难中 因此得安慰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去跟从主 然后呢 也在我的信心里面 找到这个确信 这个金句呢 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它让我更加的去珍惜 我自己的这个旅程 我要如何的期待 也更加的去学习 从神那里得到智慧 然后更加的去珍惜 与大家的这个团契 然后也通过称颂神 去敬拜他 然后现在也要去服侍神 他的爱是非常特别的 他不只是给我们力量 他也给了我们安慰 他也给了我们供应 尤其是我自己 在这个医护人 成为一个医护人员 我应该 我要说 我要承认呢 有时候呢 我会靠自己的力量 可是现实是呢 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 为我的榜样 我只会把自己 带骗了 第二首诗歌 这首诗歌呢 我选这首诗歌 因为这个歌词呢 他反映到了主耶稣基督 在我生命当中带来的影响 我要如何的信靠他 求他给我力量 给我恩典 给我智慧 让我能够去分辨 什么是错误的 他也是我的一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祢给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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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我把时间交给Christmas 你们做得很好 不知道你有没有 发现呢 这是Matthew 也是Matthew 他是第一次 你有没有听过他说话 没有听过他说话 他没有带领过 这是他第一次 他说 而且他第一次就是在敬拜里面 与大家去说 对我来说呢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我们把它放入深渊 之前我没有跟他说 Daniel呢 他已经分享了很多次了 我看他们如何的来帮助彼此 看到他们如何的有这个友情 他们被拣选 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安静的人 他们被拣选 因为你看到他们 在早上 他们早早就来 在大家还没有来之前 他们就 谦卑地在厨房里面开始 去做这些厨房 需要他们做的工作 然后你看他们 这是每一个星期他们都做的 这就是Daniel 然后慢慢的在这路程当中呢 Memeth就加入了 这就是你要看到的 不是话语而已 我不看他们的这些 他们的这些技巧 我看的是他们生命当中 神如何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他们的心里去动工 所以Memeth 他这样子 可以不可以来带领敬拜 有没有这个机会来去分享 当然是有的 他是 现在呢 他在这个 C里线修班 他在学习 他在问问题 他非常安静 他要时间去 去思考 可是我很想听他 听他的想法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观点 你时间 你从这个 去这地上呢 去知道 去看到这个神的恩手 这也是 我们现在第二个月的 来阅读这个主题 为什么对我们来说 是重要的呢 因为他是神的工作 也是我们要庆祝的 这个神的工作 在我们庆祝这来临的三十周年庆 三十年 我们要庆祝的是什么 对伯大尼堂来说 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同的 因为他们是他们庆祝他们五十亿周年 对我们来说三十周年 然后过后呢 就是 就是 帕斯蒂芬的 他的教会呢 也会庆祝三十周年庆 这是很多的力量 很多的 资能呢 要 资源呢 要来 放在这里来去庆祝这些节情的 我们三十周年 我也没有在三十年前就开始 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 有些人他们开始了这个工 在这一路上 你成为了这些工的一部分 你是那个加入的这些工人 来去做这个主 所做的这个伟大的工作 我也能与Daniel感同身受 怎么样的有这个荣幸 成为这个工作的一部分 他也说 这是他的荣幸 这对他来说是好的 因为这也是我如何看待的 我没有一开始就在这里 可是在这路上 我已经成为了这一部分 这就是一个荣幸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能看到神的恩守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如何看到神的这个恩守 神的同在呢 第一我们回顾 我们要回顾 看到 能不能看到神的这个同在 我们需要时间看事情的进展 看工作如何被完成 他不是一夜之间做成的 Mathieu呢 他从小 他从婴孩的时候就来了 像Baby Elena一样 他带了这个毛帽 他被抱来 就好像Mathieu一样 以前也被抱来 可是现在他长大了 他是个大男生了 我们需要时间来去看到 很多的工作 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如何被完成 父母的工作 他自己的工作 我们要更深层的看到神的同在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第一我们要回顾 第二我们要展望 我们是否能够看到 神的同在 如何的带领 他们到未来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这个主题 他不只是让我们有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庆祝 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个里程碑 可是呢 我们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好的去看到 我们要如何的去展望 我们是否能看到神的同在 如何的来带领我们 先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上帝 在我们阅读你的圣经之前 你的话语之前 劝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去找到 这个渴望的心 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需要你的智慧 帮助我们去了解 然后我们要有这个渴望 要殷勤的去阅读圣经 去寻找 去思考 去寻求你 让我们自己各自呢 可以去发现 你的同在 我们也求你呢 来祝福一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自明祈求 阿们 我们在 已经在开始阅读了 这几个月阅读了 《使徒行传》 从第一章 到现在呢 我们要看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所以他不只是去回顾而已 我们也要寻求 神的同在会在哪里 这是对他们来说 非常重要的 给你们一个例子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 它是一个祷告 使徒行传第四章 二十九节 我们这里看到了 他使徒怎么样的祷告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监察 你会怎么做呢 他们祷告 29节 这里读到的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将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启示 因着你圣托耶稣的名行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祷告 那伸出你的手 所以不只是回顾看到神的恩手 而是你要展望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那你怎么祷告呢 有时候呢 问题是好的 因为他会帮助我们去停下脚步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的这个祷告 就是求神伸出他的手 来带领 来保护 来指示 这就是他们的祷告 然后我们也看到 你看到这个放胆 讲论神的道 他们可以持续的去见证 去做神的工作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与他们说的 你要 你在耶路撒冷得到这些圣灵 在犹太 他们也在那里 在撒玛利亚 他们也在那里 他们有 他们有敌人 他们有停下脚步吗 他们寻求神的手 伸出他的手 他们持续的去做这个工作 大胆的 放胆的 这就是最后的部分 到地球尾 直到永远 这就是他们需要做的 他们直到最后了吗 这里也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耶路撒冷他的这个教会 强大的成长 他们有这个 仆人 有使徒 所以他们成长 他们有 弱点吗 也有弱点 他们的弱点是什么 在耶路撒冷这些教会 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没有去帮助这些外邦人 他们没有传到去外邦人那里去 过了一段时间 你就平平无期在那里的 他们一开始有很多的成就 他们也是富裕的 犹大 撒玛利亚 他们却停在那里了 这也是我们的忧虑 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也可以有成长 我们也可以更加的成长 可是一下子呢 就 没有进展了 很多机构也一样的 他们一开始是很好的 可是呢 过后呢 一下子过后呢 他们就停滞了 这也会发生的 也会在教会上面发生 所以我们开始看到了这个弱点 这个弱点呢 要是要被去面对的 要去处理的 因为他们没有去传福音给外邦人 他们的了解要更加的去增长 因为神国 因为神国也包括了其他人 不只是耶路撒冷而已 不只是犹太人而已 当我们呢 只是为自己 我们的自己的家人 我们自己的朋友圈 然后没有超出了 在英国这就发生了 英国之前呢 他们发了很多传道事 可是一下子呢 他们就停滞了 这个人呢 就告诉他的教会 他要去印度 要去印度传教 他们没有这样子 去到外面传教了 然后他们就告诉他 他们和William Carey说呢 如果你要这些印度人听你的福音的话 他们不会送你出去 可是他却没有上胆 他知道在他的心里 他必须要去 William Carey呢 他是一个在现代的这些传道士里面的一个原始 他有这个技能呢 去能够呢 去翻译成印度 我们看到 在印度的这些工作 因为他 他就是我们 走在我们前面的这些祖先们 他们如何开始了这些工作 所以这就是教会应该要学习的 我们不能一下子呢 就停滞了 不可能好像机械式的一样去做事情 我们要看到的是彼得他如何的了解到 现在我们又要再回到 使徒行传第10章第34节 这就是彼得 他需要帮助这些领导者去看到 在34节 彼得 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 那敬畏主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悦纳 彼得用了一段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 他知道这个国不是以色列国 这就是他的忧虑 他那时候的忧虑就是呢 主会不会回来呢 去复兴这个以色列国 可是主呢要去 神呢要去跟他说 这个国呢 是远远超过以色列国的 在使徒行传13章46节 当保罗开始他的侍奉的时候呢 他去到哪里呢 他去到了这个会幕这里 因为他要去传福音给这些犹太人 犹太人 他们有听他吗 没有听他 你看 他之前是那个法利塞人 然后呢 他怎么样去传福音给这些犹太人呢 他们没有听 很奇怪的 却是这些外邦人去听 他却要他回来 让他可以更加的听见 他要说的话 他们要持续的去听 听他怎么样的去解释福音 所以保罗他就发现到了 主耶稣 神要他所做的 我们人有人的计划 可是神的计划是不一样的 你的人已经被传福音了 你现在要去外面传道给其他人 在四十六节 在四十六节 四十六节 保罗和巴拿爸犯胆说 神的道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但你拒绝 断定自己不配的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主承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基 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到神的同在 在这个传道里面 在做神的工作里面 我们看 我们回到神的话与神的道 然后我们把他们连接起来 神做的是什么 你弃绝了 那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很不幸的 不管是英国 美国还是澳洲 都已经是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就是这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而已 没有人要听神的话语 没有人要去教会了 这里不是关于犹太人了 而是关于那些 你已经在这百年来听到 可是现在呢 你断定自己不配的永生 那我们就转向外邦人 那些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们现在有这个机会 他们做出回应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现在我们又翻回了 使徒行传十五章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这些的领导人呢 他们自己也要发现 彼得保罗 神带领他们去到哪里 他们需要自己呢 被说服 坚定 知道这是神所开给他们看的 要他们去跟随的 我们现在看到是徒行传十五章 这里还有一个人叫雅各 他就好像是 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弟兄一样 兄弟一样 这不是他自己起的名 这是教会给他的一个名 他叫 这里圣经里面有两个雅各 这个雅各 他的兄弟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有相信他吗 他弃绝主耶稣基督 他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 只是到最后他才找到这个信心 他不是一开始的这些使徒 可是他找到信心的时候 你看他 他改变 他蜕变 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人 在教会当中 他对圣经的爱 他对圣经的了解 他能够有这个能力 去解释这个神的道 让这些人更加的了解神的道 这里 使徒行传十五章 这个教会成长了 这个教会现在变成很大的一个教会 他远远超过了耶路撒冷 他现在来到了安提亚 然后也有这一群人 从犹太来 他们是非常保守的信徒 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安提亚教会教导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他们要教导他们 这里在使徒行传十五章 这里所说到的 他们必须要教导关于哥里 还有按摩西的规条 是得到救 来得到救恩 所以他们必须去 持续的去练习 这个摩西的规条 还有哥里 所以保罗呢 和巴拿巴呢 就要与他们分争辩论 他们说不能 我们被救恩不是因为靠着按这个规条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就把他拿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面前了 这些外邦人他们需要被割离 要按摩西的规条吗 彼得他需要改变 保罗也需要改变 可是这不是容易的 因为这个改变呢 不是个人的改变 而是这个教会的改变 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里 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呢 就来到这里 彼得呢 他就说话了 他第五节这里说到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离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然后呢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时 辩论已经很多了 彼得就起身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 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 得听福音知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 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我们 然后他说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主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11节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句子 他说道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彼得来说 他要如何的站起来说这些话 因为一个人得救恩 应该是要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 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的明白 我们要明白 第一 是从神的道 听福音知道 第二 圣灵 来确定 这双手不是你所谓看到的 这个肉体 肉眼上面的这只手 这里有彼得 我们也看到 圣灵 圣灵确实说到这些是真的 外邦人也领受了这个圣灵 他确定了 保罗和巴纳巴 也说 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你记得那个祷告吗 神伸出你的手 让他们可以放胆地去讲 第二 他们要透过这些神迹奇事 所行的神迹奇事 这两个都被完成了 都被实践了 所以保罗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说到是神做的这些工作 亚格就说 他说的非常重要 他把一切总结起来 他说到 他们读了神 亚格就说 在众人默默无声 第十三节 他们读了神 亚格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述说 神当初怎么样 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 归于自己的名下 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做的吗 我们是否看到 教会的这个领袖 他们说到了 彼得是在场上的 透过他自己的这个 他的这个经历 保罗 巴拿巴 他们传道 他们回来 他们报告 亚格 要去支持他们所说的 用圣经去支持他们所说的 彼得说的神所做的 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 眷顾外邦人 这也是呢 在十五节 众先知的话 也是这一事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 是从阿摩斯书 这里所看到的 这里他也读到 阿摩斯呢 他是一个先知 他说到了关于阿摩 这个弥赛亚王的 他说到 死后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墓 把那破坏的 大卫的帐墓 这里是说到那个王 大卫的家 这个他的这个国位 在这个历史上面 他可以告诉你 他是倒塌的 那是大卫王 他一开始的家 必须是一个 他有这个立约 神与他立约 说他要建立起你的这个国 这些王应当要去带领这些人 子民来到神这里 可是他们却没有做到 很多的王 他们都是非常的衰落 他们被偶像给影响的 所以他倒塌了 神说我要重建修造 建立起来 这里是说到什么呢 说到弥赛亚 他说到的不是要回去那个国 而是你看这里 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把叫余圣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这就是他引用的这一个 经句 然后雅各说 这就是神在做的公共 神的救恩是超过耶路撒冷的 可是他们却非常的死板 有时候我们的脑子非常的死板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改变 我们已经如何做了 做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一直不断的做同样的事情 如果他要做的这个事情 不只是以色列 而是所有的人 这就是有被预言的 所以雅各就说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句 我们要去看到上帝的同在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在做的这个神的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了解 我们就浪费时间 浪费资源 神在建立的是什么 他如何建立 他的双手 做的这个功是什么 所以彼得 保罗 雅各 他们明白 他们也要帮助教会 在耶路撒冷 尤其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呢 也去做同样的事情 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在22节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 教会定义 从他们中间简选人 他们也写了这封信 23节 他就说 他们不需要呢 被接受这个歌礼 他们也不用去 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 他们不能去从卖偶像 不能去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 然后要持续的去 去在他们信心上面成长 这就是他们写的书信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神的恩守 从哪里呢 从他的功 从圣灵 像彼得 雅各 保罗 他们如何来建立这个工作 那我们怎么样去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 来去应用呢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里不同 从不同的地方 很多人来到这里 找到信心 然后他们成为了子民 子女 我们有Victor从肯亚来 我们有一些从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不同国家的地方的人 来到这里 不管你从哪里来 每一个来到这里 找到信心的 神都会用他们 来建立他的国 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庆祝的 这是我们要去开心的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看到 我们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 上个星期 我说我们会来 这些小孩 他们不用赴任的一分钱 来参加我们的周年庆 不要去在乎那五十块钱 他们会被 会报销 上个星期过后呢 我们又有得到了 很多的这些 这些爱礼 就是说我们要来帮助 然后我就和 昨天 我们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也 他们也报销 这个做年庆的费用 神会在那里支撑你的工作 他的同在会在那里去供应你 会在那里给你祝福 我们只需要去看 还有回应 所以那些年轻人 他们也被报销了 我们说那些读书的 那些做工的 你们没有被包含在里面 不然就是全部人了 我们可以去帮助这些 年轻人告诉他们 知道他们也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Mathieu如何的站立起来 这已经是一个成功了 看到他能够说他学习如何的 他观察到了在教会里面观察到的 然后呢他感恩这已经是很美好了 看到Danael他站上来 他说他从一开始不在那里 我只是在近期几年 近期几个月才被洗礼 却能够说这是一个荣幸 这是真实的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多少年在一起 而是他是否是真实的 你是否可以看到神的同在 神的工作 他所建立的这个工作 那些被称为寻求神的 这是多么的美好 那些外邦人 也会得着他的名 成为基督徒 这就是神基督的名 我们如何的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被称为基督徒 我们是这工作的一部分 是谁做的 所以这就是我的本分 我要如何的明白 也要去看神 他带领我们去到哪里 我们有这个机会 去传福音吗 昨天呢 我们在 我们有四个年轻人 他们为神见证 他们说到他们如何的 在 淫秽呢 这些话语呢 影响了他们 他们要做一些事情 这就是他们好的开始 下个星期 我们还有两个 这就是神所做的工作 你如果 你没有办法说服一个年轻人 他们不想来 他们就不想来 可是当他们如果想来 那么是从他们的心里面的 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告诉他们 我们会报效你们的这个费用 你已经为你的信心说话 不只是你的朋友 费用也会被保销 你也可以去邀请你的朋友 因为外面也有很多人 也有我们 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了神的供应 我们问我们自己 我们如何的能够做 这就是神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如何的来应用 我们所学到的 然后把它应用在 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 成为这个更伟大的工作的一部分 不只是这三十年 庆祝这三十年 而是你如何也成为 这工作的一部分 直到地级 对我来说 这就是非常美好的 让我们成为这一部分 做我们自己的本分 我们也需要去做出回应 去明白 去了解 从这些使徒 这些长老 到整个教会 我要成为这一部分 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我们能够成为 你所做的工作的一部分 你如何的建立 你如何的修复 不只是建筑 不只是建筑 也是生命 你做的这个工作 让生命可以被修复 让生命可以被建立 在整个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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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在这些你要建立的这些人的份上 我们要在属灵上面成长 然后呢 也成为一个能够去侍奉你 就好像雅各 彼得 保罗 巴拿巴一样 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 我们也求 我们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能看到 我们求你呢 可以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也可以奉献 这样的一个回应 当我们聆听到这个话语 奉主耶稣之名祷告 Amen 现在呢 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圣餐 我们现在有这个圣餐 那些洗礼的 你可以拿一份 这里有诗歌 是我们可以去唱的 今天我选的这首诗歌呢 这首诗歌 是506首歌颂救赎主 我们如何的来歌颂救赎主 当我再次读到 使徒行传十五章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这些问题会帮助我们呢 去诉说我们的信心 它是好的 因为它帮助你去思考 你到底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 并把它诉说出来 这就是彼得 这就是保罗 他们越来越精准 去知道他们的信心 所以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 事情有时候会来 我们的挑战就是回到神的话语 看到神如何的带领我们 我们在印度 他们被逼迫 他们要跑回家 我们要建立教会 在曼尼泊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要为他们的生命而逃离 可是你看到最后 的收获是什么吗 我们收获的另外一个教会 比我们原先的计划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很多人更加的发现到 现在这个灵魂是这么的重要 他们渴望的就是这个福音 我们有这个多么美好的救赎主 我们是不能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 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信心停滞 我们需要去看见神的工作 每一次我领圣餐的时候呢 就是我要重新的坚定自己 来成为这个 为主耶稣做这个见证 再让我们一起来唱 第一段和第二段歌颂救赎主 我会唱到我的领导 And his precious love to me On the cruel cross he suffered For the curse to set me free Sing a sin of my redeemer With his blood he purchased me On the cruel cross he sealed my pollen Paid the debt and made me free I will tell the wondrous story How I was this day to save In his boundless love and mercy He the ransom freely gave Sing a sin of my redeemer With his blood he purchased me On the cruel cross he sealed my pollen Paid the debt and made me free And made me free So then we'll sing the next two weeks later 等一下我們要再唱兩段 先讓我們一起來領這個餅 現在天父上帝我們看 我們在領這個餅兵的時候 代表主耶穌基督的生命 他如何的捨了他的生命 為了我們來救贖我們 讓我們可以成為你的子女 曾經不是你的子民到現在 因為主耶穌基督成為你的子民 從前我們沒有這個憐憫 可是現在我們得到了這個憐憫 我們能夠成為這個被拣选的時代的一部分 這特別的子民 這個祭祀裡 讓我們去珍惜 因為呢 我們的救主 主耶穌基督 祂如何的捷徑我們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唱第二 最後兩段 我要讚美我救輸主 傳他得勝大全能 我們要去說 主耶穌基督 告訴別人 關於主耶穌基督 勝過罪惡摧毀陰間 勝過罪四次永生 讓我們一起來唱 讓我們一起來唱 кую footsteps 聖詞 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ade the debt and made me free. I will sing of my Redeemer and His heavenly love to me. He from debt to life hath brought me, Son of God with Him to be. Sing, O sing of my Redeemer, With His blood He purchased me. On the cross, He sealed my body, Picked the debt and made me free. Let's take off the cup. Let's take off the cup. Let's take off the cup. Our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to be. Now,天父上帝,我们感谢 You. 我们可以领这个杯. 这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这宝血赎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 可以去活出一个为主耶稣基督而活的生命。 我们永远的感恩, 我们拥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也求我们所活的这个生命, 可以是一个充满意义, 一个配得, 召我们入这个救恩的这个生命。 奉主耶稣致命, 祷告,阿们。 我们现在呢, 要来总结了我们的这个敬拜。 我们要持续的去专注, 我们的这个专注呢, 应当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么多年, 讲述了主耶稣基督, 我的专注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 还是主耶稣基督。 我要怎么样的去教导神的话语, 分享神的话语。 所以我选了这首诗歌, 救主的爱。 因为这个爱呢, 对我来说更加的真实, 更加的珍贵。 你越去思想, 你越去学习, 你就越看得出, 这个爱是如何, 是多么的美好。 它也是我要, 而为祂而活的。 再让我们一起来, 唱这首诗歌, 拿撒勒人耶稣面前我站立, 西齐他也把我爱怜, 我最会静蒙赦免。 何等西齐, 何等奥妙, 我要永远唱此歌, 何等西齐, 何等奥妙, 主此爱, 净领到我。 这要让我们一起站立, 来唱这首诗歌。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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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How marvelous, how wonderful, that my song shall ever be, How marvelous, how wonderful, is my Savior's love for me. And with the ransoming glory, His praise I all shall sing, Till be my joy through the ages, to sing of His love for me. How marvelous, how wonderful, that my song shall ever be, How marvelous, how wonderful, is my Savior's love for me. Let's pray together, let's pray together, 祷告,求主可以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来赐福于我们. 现在求这个伟大的神, 祂计划了救恩, 也邀请了所有的人, 有一个爱心, 祂是给所有的人, 来成为这个国的一份子, 祂也给了主耶稣基督同样的爱给我们, 让我们呢, 可以呢,把这个福音也传到给其他人, 也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与我们同在, 还有, 与圣灵的这个团契, 可以帮助我们持续的去分享福音, 去与大家去分享这个伟大的爱, 这个美好的爱, 还有美好的恩典, 也求这恩典可以来到我们的身上, 帮助我们去成为见证, 直到地极, 现在我们感恩直到永远, 这祝福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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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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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